好 國際疫情要來關注的是丹麥宣布 將要永久停用AZ疫苗 成為全球第一個停用AZ疫苗的國家 而捷克是馬上表示 願意接手丹麥剩下的AZ疫苗 那至於另外一款嬌生疫苗 也因為血栓的疑慮 被建議暫緩施打 但有專家指出暫停並不是壞事 可以來進一步的檢視疫苗的使用情況 而丹麥從3月11號是暫停施打之後 就針對罕見副作用進行深入調查 即使歐洲藥品管理局EMAS 以及世界衛生組織就建議了繼續使用 但丹麥對血栓問題仍保有疑慮 因此丹麥將繼續使用輝瑞BNT跟莫德納疫苗 而就在丹麥宣布這項消息之後 捷克馬上表示願意接手丹麥庫存的 240萬劑AZ疫苗 不過世界衛生組織表示 血栓副作用的風險其實是相當的罕見 呼籲應該繼續施打 至於美國的嬌生也有血栓的疑慮 並且是已經被建議暫停接種 但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就表示 經過美方的官方核准的疫苗都是安全的 另有專家表示暫時喊停也不是壞事 是可以進一步來檢視疫苗的使用情況 是一步來檢視疫苗的消息 下旁邊的消息 有分別的消息 也有分別的消息 是一步來檢視他 經過了一步來檢視他 是二步來檢視他